像我一直是賭牌一遍 但我其實夢想是打NBA 所以我一直練習打籃球 這樣概念是嗎? 呃...是吧? 有夢最美,你想不死 他想當... 不是... 有機會吧 如果是你的,就會是你的 我跟你講你就算留在這邊 你跟他在一起 你確定結婚這麼久都可以離婚了 Come on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賽 歡迎回到我們的 問神不如問天菜 哎呦喂啊 最近喔那個 九天賢妮喔 啊,很多人只要問事啦 這個九天賢妮他會搶業績了啦 害我有點頭痛啦 我跟你講 問神不如問天菜 跟九天賢妮是不同的派系啊 我們也是一種信仰啊,你知道嗎? 好,今天我們的系列啊 是有關於什麼? 最近 什麼東西要來了? 畢業潮要來了 哎呦 之後 要去哪裡工作? 我的未來怎麼辦? 天啊 我可能要出國練書 我的戀情呢? 等等的 很多 啊 一份工作到底要找怎樣的 我要不要先不要工作 然後去這個澳洲打工旅遊啊 差點變成打油旅工了 因為我們這一次跟學生們 尋求這些問題的時候 遇到了非常多有關於未來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今天可以把一些 狗幹的話呢 少一點點 我平常很多狗幹的話 沒有,是我錯 我長嘴了 我長嘴了 我平常不是很認真在介紹 來 我們從這邊 最右邊的 來開始 考上未來 出入明顯的A科系 但其實我想念的B科系 該不該轉系呢? 我懂 就譬如說 你以後 大家期望有讀完書 出來 來 最主要是什麼 父母親都會說什麼 賺錢賺多 賺錢 我以為是把妹 亂講 書讀了不好也可以把到妹 當職業選手也可以把到更多妹好嗎 說什麼 有牛肉 啊 啊 你要判斷了 你想要什麼 因為你其實永遠不知道 這個東西什麼時候會崛起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選擇 未來要出入的那一條 然後 我自己再去研讀我想讀的東西 搞定啊 Win-Win 就雙贏嗎 就像我一直是賭牌的 但我其實夢想是打NBA 所以我一直練習打籃球 這樣概念是嗎 呃 是吧 有夢最漂亮 你想要死 他笑得大 不是 有機會吧 太多了 太多了 這個有時候我們還是要看天賦 或是你的資質 他的舉例不是很好 所以他不能當問天菜這個位置 不要問我這樣 問天菜 來 第二轟 今年申請上了 Carnegie Mellon 電機系 哦 我們這個 Peaceburg的學校 如果去了就要和女友遠距離了 我不知道怎麼做才好 你看吧 我跟你講 畢業期都會有這種問題 你說這種分手的原因嗎 這我看太多了 我可以幫忙顧啦 你閉嘴啦 你不是說我們要認真嗎 今天 今天夢將很調皮耶 同學 我跟你講 在你這個年紀 是一個 頗重要的轉捩點 所以呢 先去 把該讀的東西 讀回來 你在那邊的時候 搞不好還是可以持續這段關係啊 你只是不確定 是對這段關係擔憂 那我只能跟你說你就 放寬心 因為 如果是你的 就會是你的 反正呢 我有看過非常多的例子 他們也是就是遠距離五六年 然後 他們都還是在一起的 也有 因為小別盛新歡 哦 你懂嗎 我跟你講 你就算留在這邊 你跟他在一起 你確定 結婚這麼久都可以離婚了 come on 現在什麼東西不能發生的 你每天在一起也不見得 你們的關係會好到哪裡去 要告訴你們 只要跟我講說讀書跟談戀愛是衝突的 我跟你講 只要你是一個 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的人 他就是不會衝突 好 上一個 我考上了一個我心目中的科系 家中長輩的眼中 卻是個沒有未來的細鎖 但這個細鎖 是我有興趣的 還沒有想好該怎麼跟長輩應對的方式 是你在打掃 還是長輩在打掃 這個是你心裡的OS 好 心裡的OS 但是要跟長輩怎麼應對呢 很簡單啊 你用唬嚨就過啦 哎呀 被選滿了 啊不算到 啊 可是阿菜我是一個講實話的小孩 我跟你講很多 就是年輕人 年輕人 嗯 我很老嗎 沒有你也是 哈哈哈哈 年輕人 不是因為他們就是剛BIP 20歲出頭嘛 不管你是去具體力申也好 或者是你用我的方式唬嚨過去也好 但至少你 做到你想要學的東西了 當你一發現說 哎我這個科系並不是我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想另外一個對策 因為你到底有沒有學到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台灣的文化 自尊性是比較強 會常常聽到說 會丟家裡人的臉 很丟台灣人的臉 世界上一個人不能代表所有台灣人好嗎 我確診了 班上同學都覺得我是怪物 開始言語霸凌我 我好難過 這個是我學生真實發生的事情 這個東西決定權在於你 也就是說你自己心靈夠不夠強大 因為他們可能真的是跟你開玩笑 如果你可以自主一點反應說 阿現在不是與病毒共存嗎 用一些比較開朗的講 搞不好你還可以告訴大家說 其實確診了沒有這麼的嚴重 因為我們都是打過疫苗的 我們現在就是要跟病毒共存這個樣子 你以前有遇到過什麼樣霸凌的經驗嗎 剛去阿根廷的時候 我可能不太懂 因為我很小 就不太也不會講語言 比我大的同學 就可能看我是亞洲臉孔 然後可能就會來嘲笑 或拿石頭丟我這樣 真的假的 嗯 他們就會說 請你搭請你搭 然後就是丟我之類的 你就是長得很醜的基因 很醜的人 怎麼不可能醜 對啊 怎麼可能醜 那些人眼睛壞掉了 那也沒辦法 因為大家審美觀不同 金髮藍眼睛你擋不了 嗯 沒辦法 如果跟你比的話 哈哈 我都擋不了啦 好啦 閉嘴啦 你今天真的很調皮耶 然後於是有一次喔 他們又來了 我就去上體育課 我們體育課不是像台灣那種 我們是要坐巴士出去的 整個下午都是體育課 然後我們去打草上驅棍球 我就拿著我的球棒 對著他說 我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起你打 你不要再這樣說我了 你再這樣說我 我就怎樣怎樣怎樣 就講那一段話這樣子 之後他就再也沒有惹過我了 但之後我也就是盡量去 趕快把這個語言學好 然後呢 跟身邊的朋友融入 然後逼得我自己 就是努力去跟他們接觸 然後接受 然後一年後 我就跑到大家的頭上了 哦 拿著草上驅棍球的球棍 跑到大家的頭上 對耶 我就順便再把學校最帥的男生 搞定 哇哦 原來 這樣就可以避免霸凌 哈哈哈哈哈哈 當你會覺得被霸凌 或者你自己有被霸凌的話 你應該同時間 檢討你自己 哦 你必須同時間檢討你自己 而不是你做錯了什麼要檢討 而是你說 哪裡是否可以改變一下 它就會不一樣 懂嗎 不是在說你做錯了 不是說我為什麼身為亞洲人 OK 而且它我自己說 它這樣對我 那我應該要怎麼樣去反擊 我要怎麼樣站出來 我要怎樣勇敢 是這個意思 所以 結案 那開始來60秒的快問快答囉 好 會考完壓力很大 可以去哪邊喝兩杯 我不喝酒 我看起來很會喝 但我不喝酒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給你一些答案 不如我家吧 好不如去猛將家喝兩杯吧 我怎麼會這麼喜歡你 同學喜歡我可以 但不要隨便來我家可以嗎 好可以 因為有一些人 最近就是隨便 真的假的 來找我 對冷靜一點冷靜一點 我應該要看書還是要看天菜 不是啊 小朋友才選擇啊 當然就都看啊 你一天不是要24小時嗎 到離開校園前 我都沒有談過戀愛 會不會有很大的遺憾 遺憾啊 真的遺憾啊 我跟你講 當你出了社會之後 你就是同事圈 生活圈會越來越小 我勸你們在學生時期 真的能認識多少人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不喜歡那無所謂 能認識多少人 就盡量去認識 去累積你自己的經驗 去累積你自己的旅程 我不曉得要念大學好 還是要直接出社會 那看你的需求是什麼啊 如果你覺得你的需求 是必須要賺錢的話 那你就是得出社會啊 那你要念大學也不代表 你不可以 賺錢啊 所以我想他的意思是說 我應該累積社會工作經驗先 還是上大學先 你現在的年紀就是讀書比較好的年紀 那我覺得 你可以先上學 然後再累積工作經驗 如果不是必要需要金錢的話 對 想問阿菜我該如何成為網紅 把OBS下載好 架一個那個鏡頭 就可以開台啦 我的學弟把我創的社團弄倒了 社費還沒有領出來 我該不該揍他 要是我 我就把他鼻樑打斷好嗎 好 OK 那個人叫猛將 我的鼻樑好痛 每次球隊練習 我都是最早到最晚走 我還花了很多時間練投籃 但一直我都沒有被教練排上場 我心裡是該放棄打籃球 教練我想要打球 如果你很喜歡 你就去跟教練講說 教練 哈囉 我這麼努力練習 你稍微看一下 我的練習經過吧 就是煩死教練 讀了一個廢系 要不要乾脆重考 但重考會不會是浪費時間 你覺得哪個是好 你就在加學分 你們沒有雙修嗎 有有雙 好 上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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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國中生 我的班排名是第二名 覺得上學很浪費時間 要如何評估自己可不可以當電競選手 來 很簡單 你看你要玩哪個遊戲 如果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一個月內你就上到鼎列或是精英的話 那你應該有機會 你今天要是有天賦的話 當然去成為電競選手 選手 我最近怎麼這樣 去成為電競選手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就像我就練到死我都不行 如果你有天賦就去嘗試看看 就像我還在努力的想要進人體 OK 我可以準備收尾囉 OK 好 今天我們問神不如問天菜呢 同學篇 就到這邊啦 如果各位有更多更多的問題呢 我們會在我們IG post說 我們最近要做什麼主題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在IG回覆我們 然後我們就會從裡面挑出來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好不好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的話呢 也幫我打開小鈴鐺 然後按個讚 順便分享給你的朋友 OK 好啦 大家掰掰